用88叶新茶冲爆出的茶香味最浓 茶供说还会散发出一种阿法波 喝了会延年益寿 因此100公克价格高达4000日币 是一般绿茶的三四倍 这初产的绿茶年产量高达3万吨 占全日本产量的四成 从高档的88叶新茶 到一般人喝的平价煎茶 这一杯回甘的滋味 已经创造150亿日币 相当于45亿台币的绿金商机 欢迎收看苏醒的富士山 聚焦日本金刚 我是舒孟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机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在今年4月30号建议 将日本人奉为圣山的富士山 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 消息一出日本举国欢腾 特别是金刚人 因为富士山横跨日本金刚 和山里两线 位在本周中部的金刚 就是看富士山 视野最棒的地方 多数的金刚人 看着富士山长大 而金刚的土地 也是因为富士山的滋养 得天独厚 金刚绿茶日本第一 吃生鱼片必备的山葵 哇萨比 最早也是来自金刚 还有樱花虾黑鱼鱼 全都是金刚限定的名产 就连牧府将军 德川家康都指定要在金刚 安度晚年 这个宁静呈现 因为一座山 变得珍贵富饶 啊 那真烟 桃 全部 酸 Av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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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天 陽光何許 翠綠整齊的茶園 是大地一幅絕美的風景 這是日本靖岡 也是綠茶之鄉 嗨 大家好 謝謝 請願意請 池田伯是足酒堡綠茶 聯合會的議員 足酒堡是日本綠茶的發源地 種茶歷史超過800年 也是江戶時代大將軍 德川家康指定的御用茶 靖岡綠茶和京都綠茶 現在並列日本第一的封號 而我們拜訪的此時此刻 正巧是茶界中夢幻極品 八十八夜茶採收之際 這是一新二葉 一新二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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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八十八夜茶 就是這個一新二葉 所以今天就是最好喝的茶葉 一二三五年 順依國師從中國 把茶葉引進日本 靖岡因為有富士山屏障 氣候溫暖 天然霧氣 加上日夜溫差 始終維持七到八度 這是綠茶最好的生長寶地 我猜有七八度 十度以上 如果有十度 就已經長太大了 八百年來 足久保的茶農們 依循著 採集八十八葉新茶的傳統 一年雖然有三收 但卻直採五月初的新茶 其餘茶葉都拿來做肥料 以茶養茶 讓靖岡綠茶始終維持極品地位 有很多的用力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是今年新茶 非常好喝的 好喝的茶 但要品嘗最高等級新茶的滋味 沖泡也得講究 3克加3次 好喝 分三次飯 5人から6人分 6人分 入ります OK 旨味が出る温度なんです 1分です 正確に1分です 正確一分 一定要1分中 超1分中 少一點點 少幾秒不行 多幾秒也不行 短くても長くてもダメです ダメです 1分で1分10秒でもダメです 1分10秒でもダメです それがお茶に持っている そう出してください お茶に持っている そう出してください 抽出出來了 アンキー酸的味道 金剛茶很想求 5 4 3 2 1 OK 同じ成分が全部のお茶に注がれます はい どうぞ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しい 用88葉新茶 沖爆出的茶 香味最濃 茶濃縮 還會散發出一種アファ波 喝了會延年益壽 因此100公克 價格高達4000日幣 是一般綠茶的三四倍 這就是金剛的夢幻極品 完美的天然種茶環境 山坡上田野間 一大片綠油油 整齊化衣的茶園風光 成了金剛的招牌景色 家家戶戶撵茶泡茶 也成了金剛獨有的芬芳 金剛出產的綠茶 年產量高達3萬噸 占全日本產量的四成 從高檔的88葉新茶 到一般人喝的平價煎茶 這一杯回甘的滋味 已經創造150億日幣 相當於45億台幣的綠金商機 富士山腳下的綠色茶園 也成了金剛最美的風景 穿過茶園再往深山走 這裡是有東木 也是山葵瓦薩比的原始故鄉 好 我們現在要跟望月達人 來找山葵 好 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採山葵呢 因為這裡就是山葵的發源地 日本料理當中 少不了的山葵瓦薩比 原本是生長在深山泉水之處 四百多年前 住在金剛駿府城的德川家康 有一次收受了有東木 鄉民進貢的山葵 一嘗之後倍感美味 加上山葵葉片的形狀 和德川家徽 葵相似 德川家康舊下禮 山葵為幕府庇護之物 其他地區禁止栽培 有東木就成了山葵 唯一培育和發源之地 一直到150年後 才漸漸普及於日本 但有東木所產的山葵 幾百年來始終是上頭 因為那個頭已經長出來了 可以看得到 她覺得那個應該很大 那我們要來挖吧 這樣 要去外面嗎 好 妳要去挖嗎 妳來挖嗎 要去挖嗎 太棒了 超大顆的芭蕉 有東木的山葵 不只是仰賴德川家康的加持 栽種山葵 30年的達人望月說 靜岡的好山好水 才是決定因素 水是芭蕉栽培 水最重要的生命 水溫的適温 12度至13度 那種水沒有 芭蕉 いい芭蕉 這個水可以喝 對 它可以喝 好吃 OK 好 光岳先生要證明說 這裡靜岡的水質非常好 所以就是連三泉水 直接種芭蕉的三泉水 都是可以生喝的 我來喝一下 好甘甜 好甘甜 所以難怪 靜岡的芭蕉 真的很棒 有東木的山葵田 完全用自然農法 不灑農藥 不施肥料 天然環境加上品種 這一片山葵田 也是一片黃金田 這是材料的嗎 上面 比較上品 日本的寿司店 料亭店 直接加了食材 這樣大家要多少錢 這個一個大約多少錢 這個一個大約多少錢 客人的地方 這個嗎 2000元 2000日幣 2000日幣 這就要2000日幣 是一顆芭蕉 要2000日幣 差不多台幣 600塊 還有總共 全部 年間幾公斤 幾千公斤 公里 有錢人 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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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貧 貧貧 摘洗乾淨的山葵 更顯純淨 山葵不光是作為 生魚片的沾醬 把筋切碎 調味 加上酒糟 攪拌均勻 就成了一道 天然十足的山葵料理 好 走 嗯